念时,经行道师,走在翠世子路上,沙沙而行,口中念佛词,走,看见前面有日本真人行来,他向师尊一句弓,算是打一个招呼,师尊也向他一弓声,他低头行他自己的路, 我师尊低头行自己的路,很少闲聊天,我说过闲聊天不好,为何不好,因为出口就是是非,人接到处是非,就是口是害的,打开报纸,报纸全是是非,打开杂志全是八卦是非,打开电视也是是非,闲聊天,聊得全是人的事, 是非,当年的神之夜说,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,释迦摩尼佛的佛智节律,成侧类别如想,比丘可己弃重过,比丘尼除,比丘外可己留重过,处家重可己在家重之过,在家重不得己处家重之过, 这是释迦摩尼佛制定的是真团的规矩,然而现代的人,现代人早已忘失了佛智规矩,要及过也有一定的程序,这里面也有开则慈放,想要整性佛陀时代的真团制度, 在今日也很困难,如今是一般上杀一般佛教尊严已过落,谁还管得这在家重的苦事, 一听有丑闻,不管真假,把处家人斗臭斗垮斗烂,如此大家就也乐,我期盼真佛中的圣地者,不要闲聊天,闲聊天事非多,不如今行,念佛持咒,多念佛少聊天,避免犯下无意中的口愿, 好